冠军表现时刻 由男士喜怕水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呈现 都是比较高的一位主帅 好的 随着主菜办的一声少响 两支球队的上半时比赛 是正式开打 本场比赛 重新立番 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次进攻 距离应该够啊 可以来完成一脚外围射门的尝试 看看这脚球 还是直接打向了球门 邓小飞 江苏效力期间 也是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 先来看看啊 小摩托菲尔兰多 打到门前后防线出现了 注意必须的情况 但是这球大在了门框上啊 哇 这个球 这个球 无情是处理的可以更冷静一些啊 没错 这个球后防线 我们看菲尔兰多非常冷静的 这下传球 这后防线突然失灵 突然短路 身体对抗能力确实强啊 这边 投球攻门 没有能够顶在门框范围以内 就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配合 就创造出了机会 没错 其实在从拿球处理之前 就已经提前看到了右边路 这个位置当中有空档 这次门前的大马 得飞扑了一下 但是马丁内斯在门前激紧的补射 将球打进 这样的话江苏苏宁在客场取得了1比0的领心 阵线也是非常的稳固 这个点也补过来了 但是这是外援的一较精彩的一种推射 还是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 周云的落点其实打的不是特别好啊 但是这脚球 9号刘宇解围过来 右边 看看进去里边 打到进去 这是个机会 防守的时候 唐旺松的这个注意力似乎是不太集中 不过幸好后边 无锡是吹了 无锡推人犯规 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位置 是他已经抢到了这个点 已经控制了这个点 职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事情 现在看看这边 漂亮 漂亮了 哎呀 这个球打回来 没有能够到 这两人之间的这种 以及两个别的镜头 这个球 镜头一转 球直接进了 吴庆 这个球没有浪费机会 哇 这个球 应该说是一个快发 刚才镜头还一直在 盯着菲尔兰多在照 但是这边 立番已经是取得了进球了 对 那我们只能求助慢镜头了 再来看看这边 直接是一脚传递给过来 这次对抗出现了问题呀 吉祥跟卡尔德克 身体对抗方面是 确实不如外援 对 有点放松 嗯 看看这边 张晓斌先把球控住 无锡 看看这边突破过来 到了进球里边 再回来看看 看看 球进了 这下无锡 我们看这下 吉祥到右边拉出了空档 张晓斌的传球给无锡 是恰到好处 打一个斜线反身后 这个球应该是撞到了 谭旺松啊 嗯 过来补防的谭旺松 身体对抗是出现了问题 嗯 这个球确实我觉得 越位应该在潮离之间吗 没错 裁判员判罚没有问题 应该是有一步的距离 李帆这边又是在进场 拿到的球权 看看这个球 外围的远射 发生了变线 转身之后就打无庆 哎呦 这个动作 啊 并没有吹罚 看看这球 卡尔德克打到进去 被吉特总说 哇 球进了 完全是拼出来的机会啊 没错 这 主要是看这下 应该是 我觉得还是应该 打到手臂上 但应该也可以算是 无意当中一种行为 这个球 卡尔德克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 打平的话是7分 因为还有两轮比赛 嗯 就是说下一轮比赛 恒大只要打平 就可以获得冠军 好的 参谈员吹响了 最后比赛节日的哨音 那么最终这场比赛 双方是打成了2比2评 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参谈员吹响了 参谈员吹响了 参谈员吹响了